信息编辑的方法 我们以现在喷码机所喷这条信息为例 首先点信息 点兴建 输入信息名 信息名可以是数字 可以是字母 但是不能是中文 比如我们以其个名字123 点确定 然后再点确定 这时候就可以输入我们所要编辑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要 谈的内容是有15位的外部变量 点更多 点下方有个叫外部变量 这时候呢 我们在位数字里定定义呢 我们要我们这个外部变量的位数 点点击位数 删除输入15 点确定 再点确定 那这时候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15倍的外部变量 输入进去了 然后呢 下一步呢 再输入固定量 点更多 点文字 这样固定量 这样固定量 我们刚才要编辑的内容 2004 确定 然后呢 第三步呢 插入呢 时钟 点时间 在屏幕上方呢 这里显示呢 是时钟的格式 如果我们是 如果我们要求的那个格式呢 跟像格式一致的话呢 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如果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想要分个幅 那么我们先把它全部删掉 点小时 分钟 秒 这是没有 这不需要分个幅 然后点确定 这样呢 就把呢 我们所要编辑的内容 编辑进去了 那现在呢 我们 由于我们现在的显示比例比例比较大 那现在呢 只是显示了这时间这部分 那么我们想要查看全部呢 点缩小 点减号 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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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要查看左边点 这时候呢 我们所编辑的信息呢 默认的高度是7个点阵的 如果我们要打更高 或者更小的 那么我们修改 怎么修改呢 点 我们说修改这份区域 点点击 然后呢 点自行自高 这上至高 这就可以去设定我们所要 所想要的制服高度 把它改成7点的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有5点的 7点的 9点的 11点的 16点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点了11点 那这时候呢 确定 这是我们可以可以看到呢 我们 这部分呢 制服呢 已经已经变成11点的高度了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要打7点了 那把它再改回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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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自高 把它改成7点的 确定 再确定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所有编辑的内容 确定好了 点保存 创建成功 那下部呢 我们要打 要打印123这个信息呢 那么在这个界面呢 去点击123 启动打印 那这时候呢 当前打印的信息呢 就是我们刚刚编辑的信息